橋下中油外包商工作人員不斷使用大量的吸油棉吸取黃色油漬油污 而這些油漬油污9月16號清晨就開始漂流在基隆河七堵段重置橋一帶 空氣中也瀰漫著濃濃的柴油味 讓早起運動以及經過的民眾都相當不舒服 河面上有非常嚴重的污染 靠近一看那就是一個柴油味道 我迅速就馬上打電話給我們的張議員 他用火速就馬上趕到 他呈彩虹狀然後調裂狀 我住很遠我就已經發現了 更有民眾拍下清晨大量黃色油污污染 這整片基隆河段的情況 民眾向市議員張耿輝反映後 張耿輝也向基隆市環保局查詢 環保局證實中秋節前夕9月15號晚上 中油在安樂區的地下柴油輸油管線破損 大量柴油漏出 雖然中油通報市府環保局也採取緊急放置七道 藍油所攔截油污的措施 不過一直到9月16號清晨 柴油油污還是從安樂區大五輪溪 一路流到了七堵區基隆河重置橋段一帶 濃濃的柴油味讓當地民眾和議員擔心 受到空氣污染以及水質污染 耿輝在這邊也要呼籲我們各事業單位 不管是水、電、油、瓦斯也好 你們那個管線要經常的來實施來檢測才對啊 因為我們基隆河的話這些河流的話 我們部分的抽水上還是需要這些抽洗這些的水源 然後再過濾以後再放到我們家庭內 這個對民生都會有影響 而況我們整個溪流的一些遺而生態的保育的話 更有嚴重的影響 為了避免油污持續擴大往下游污染 中油也要求外包商在七堵區七弦橋一帶 設置最後一道燃油所 主管單位基隆市政府環保局表示 已經勒令中油公司在7天內完成改善 並且依照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30條規定 開罰中油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的罰還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